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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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這段影片主要記錄一下 我們上班的時候 Kiko自己在家做什麼 頭幾天我們還沒買CAM 所以用Facetime來看實它 我們繼續放了個龍 還有給了一件舊衫陪著它 讓它有多些安全感 超級不放心 她自己一個 搞到4天15分鐘就第一次CAM 她最初都有點怕 經常想跳籃找人 一路來來回回跳了很多次 通常跳幾分鐘就會睡覺 有時太無聊就會倒蛋 一路在咬尿片 還有堵死水 我每天下班都趕著回來 嘩 這個手蛋 怎麼會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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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我們下班回來 她就很癡身 她做事就是4天吃鳥片 她是一隻頭 她是一隻頭 吞在頭上 燒飯袋之後 拔出來 誰好癡呀? Kiko你好癡呀 你看看 你為什麼咬尿片呀? 蛤? 爛了 Kiko Kiko 我們之後要讓Kiko入房 打算空間大一點 但她還是保持在這裡跳籃 現在早上讓她的空間 活動起來就越來越大了 試試給她整個廳 看看她會不會沒那麼害怕 Kiko 我上班了 Kiko 因為狗在主人離開30分鐘之後 就最容易有分離招待症 我給了一個流石波波 她就可以分散她的主意 所以基本上我出門口 她看都沒有看過 那些狗大約每天平均睡15至18小時 所以她大部份時間都在這裡睡著 全客位置又睡著 我們買了一個自動餵食機 設好時間就會自動打開 Kiko就會自己走過去吃 那就不怕她餓了 另外被我發現了她偷偷跳上梳化 我們平時都會避免她跳上跳下的動作 因為歌肌好容易有關節的問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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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一坨 這裡兩顆 這裡有一塊 搞事 嘩 嘩 那個 很涼 不過Kiko真的算很乖 因為她不會被捕肩 拋電腰 又不會拆破家具和亂肺 所以她真的很抵食 那我唯有繼續做茶室官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